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上了米兰时装周的热搜。 两篇优质推荐助他一臂之力,期待。 最近网上爆料肖战将参加米兰时装周。 虽然还没有官宣,但已经登上了热搜榜单,吸引了无数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。 我们都希望这是真的,希望肖战能够参与进来。 值得注意的是,肖战此次参加米兰时装周,代引了T.O.D.S.和Gucci两大奢侈品品牌助阵。 都是可以很好搭配的大品牌,期待肖战登上领奖台。 据报道,肖战辉、蔡徐坤等艺人前往意大利参加米兰时装周。 他们都是在中国享有盛誉和影响力的艺术家。 参加大舞台没有错。 对于肖战来说,他同时去的同时有两个奢侈奢侈品牌。 目前,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,当然也登上了热搜榜。 大家都很期待,希望能得到官宣。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,大家都说等官宣,肖战好帅啊。 也有粉丝调侃说想回家和肖战聊聊。 毕竟他们是肖战身边的女主人,不得不说他们很可爱。 言归正传,当然希望在这样的舞台上看到肖战。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输出,但还是那句话,等待官宣确认。 总之,期待肖战的登场,更期待官宣。 毫无疑问,肖战有这个权势。 目前肖战还在片场,似乎还没有完结。 祝愿肖战近期的工作能够顺利交扬伴我能早日完成。 肖战未来可期,2023年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作为小飞侠,携手并进,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